9月26日,莫奈画作《睡莲》、梵高画作《停泊的船只》等将亮相加世德香港晚间拍卖。 9月3日,多福名作在北京御展,吸引了不少藏家和艺术爱好者到场观赏。 1883年,莫奈定居于法国吉威尼后,以其心爱的《睡莲池》为主题创作了最广为人知的《睡莲》系列作品。 此次展出的《睡莲》约作于1897年至1899年,为其中最早期的一组作品之一。 估价超两亿港元。 同系列共八幅作品,其中四幅先由世界各地美术馆收藏。 莫奈创作125年之后,这是她第一次进入拍场。 对于早期的《睡莲》来说,艺术的手法也是相对写实一点。 可以想象到莫奈当时是在什么样的季节,在什么样的时间来作画的。 绽放的这个《睡莲》表明这是一个夏季。 这个叶子上泛着这种粉红色,薰衣草的这种紫色,紫蓝色的这种光。 我们可以想象这个是一个夏季的傍晚,黄昏的时候。 彩霞的那个霞光导映在这个睡莲像镜子一样的这种平面上。 微风吹过,然后这个水面泛起了阵阵的这种涟漪。 它是非常非常具有这种动感的。 而在梵高笔下,转瞬即逝的夏日光彩同样被定格了下来。 《停泊的船只》创作于1887年夏天,是其阿尼尔塞纳河畔系列风景化之一。 目前估价为2.3亿至3.8亿港元。 它到了巴黎以后,它受到这个印象派的影响,色彩变得非常的鲜艳。 它也受到这种点彩派的影响。 笔触有很多都是这种排列的比较就是规整的这种色点组成。 它很擅长于用谷色,它的用色是非常非常的大胆的。 它的这种成熟风格的这个确立开始,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。 梵高的作品因为的确来到这个拍卖市场的这个数量非常的稀有, 可能也会对这个作品有所的增值。 此外谭博表示,此次多福名作即将齐聚亮相香港拍场, 也展现出了行业对亚洲艺术市场的重视与期待。 特别是最近的这个十年,我们在香港的夜场也是拍卖了非常多, 像是毕加索啊,雷诺啊,夏加尔啊,这些西方大师的作品都取得了非常好的这个成绩。 这次我们能够把莫奈还有法高的作品拿到亚洲的拍卖市场, 那我们也是为了回应这个厂家的这个需要。 据悉,本次拍卖预展将于北京、上海、香港举行。 此外,收藏家欧百灵所藏的多件明清瓷器也将在预展中亮相。